用了十八节,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,并在此,景圣不倦,为众圣徒祈求。 这里讲到关于祷告,我想提醒大家,每一个经文看了神的圣情,神的恩典,神的作为,才看我们做什么? 首先,靠着圣灵祷告,原文在圣灵里面,圣灵带着我们祷告,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,祂是很想祝福全地,很想将祂的恩典带到全地,祂是定义要祝福人的。 在祷告的时候,神就在人生命中做工,神有这个圣情怜悯,神就在这个人生命中做工,祂就定义更新这个人,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,祂就会挂心周围的人了,因为神在这个圣情方向里面,祂就会挂心了,祂就会很想为人祈祷了,又会很想关心其他人了,祂就有这种生命出来。 因为这里所说的经文是说得性的,就是圣灵,就是有神的心,神是得性的,圣灵就告诉我们,我是完全得性的,你不用怕,不用担心,一切困难都在我们里面,祷告就会得性的了,祷告的时候,你听我的说话,我就会改变你,你就会得性的了。 就是圣灵就会将神的德性传递给我们,也将这个德性的性情,德性的能力给我们,所以我们就会说,我们是德性的,我们不用担心的,有这个能力,所强调的就是神的恩典,神的作为。 好了,随时,随时随地会祷告,那这个呢,为什么会来的呢?就是因为神整天都感动我们的,祂跟我们的关系是24小时的,祂时都感动我们的,日头也会感动我们的,有些人晚上都会突然间醒了,神感动他为人祈祷。 或者日间某个时候,当这个人经常跟神相通的时候,神就会在他生命中随时工作。 多方的祷告,为各方面祷告,或者是各样的方法来祷告,是为了不同的需要来祷告,神都是关心所有人的需要的。 而为何祷告的能力呢?因为祷告的对象,祷告的对象就是神,祂是一位怜悯的神,充满能力的神,祂很想做工,祂很想透过我们做工,而祷告的时候呢,就是天地线接通了,就是神可以来到这个人身上,在他生命中做工。 当他祷告的时候呢,他就会改变了,他就会关心周围的人,为他们祷告,然后有能力出去祝福他们。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,经常想着,是神有这个心,神有这个能力,所以我一祷告的时候呢,我就满有能力,满有信心了。 即我强调都是神的作为,并在此,警醒不觉。 那人祷告是会很容易睡着觉的,那譬如说,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, 那时候呢,我对耶稣很有兴趣的,我很快去看了《新浙圣经》几次的, 每天都看很快,我又很喜欢亲近神,又很喜欢全阳福音, 但我发觉呢,我回到教会的祈祷会呢,是顶不住的, 因为它有十项、四项的祈祷,第一个祈祷了五、六项,第二个又祈祷了五、六项, 总之重复说回了,第三个又祈祷了这么多, 就是它呢,是会一路重复将那些东西,续样续样续样说出来,来讨告, 那我就觉得,祈祷会原来是这样的, 当我后来呢,祈祷的时候呢, 神一路提升我,就开始首先有一个,当时来说, 在当时的微信里充满我,都是一个祈求的神, 怜悯我,恩爱我,后来呢,就享受神, 在神的同在,好像在天堂,有神的同在, 就是深信神是爱我的,满有恩恋, 又一路经历神的能力,和神的恩恋在我身上, 一路祈祷是不倦的,是不会累的, 是很喜欢祈祷的,很享受祈祷的,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,有这种的, 警醒不断地祷告,就是能够是不断地祷告的, 这个就是从神赐给我们, 因为耶稣本身就不断为我们祷告, 圣灵也不断为我们祷告, 当我们有这种神的心的时候, 就会警醒不断地祷告, 为众圣徒祈求, 不断地为所有的圣徒祈求, 这个是众圣徒祈求, 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神关心每一个圣徒, 关心每一个人, 关心你,关心他, 关心每一个, 你和隔壁那个说, 神关心你的, 所以神会感动我们, 互相代求, 就是神有这个心, 很想很想祝福人, 所以在这个整体里面, 我们看到每一件事, 神要我们做, 他自己做先, 那我们就将神那种的圣情, 然后他将这种事情, 灌输给我们, 让我们心里被这种感动, 更新改变, 然后呢, 当我们真的活出这种事的时候, 就是神透过我们作功, 彰显神的荣耀, 但是先说, 另一位姊妹说到, 多恩典, 而不是像戒命, 这句上我想呈醒一下, 神的戒命都是好的, 不过, 我们要记神, 是恩典先, 然后戒命, 即不是说, 有恩典不讲戒命, 即不是这样的, 是有恩典, 于是我们遵行戒命的时候, 都欢喜去祷告, 祷告是戒命来的, 即是神叫我们祷告, 但是祷告有这个恩典的应许, 就是神是听祷告的, 神是乐意, 听我们的祷告, 乐意祝福我们, 其实是神定意祝福, 透过我们的祷告, 这就是神的恩典, 就推动我们去祷告, 哇, 我们祷告大有权兵的, 真是来到神的宝座面前, 神大大使用我们的, 于是我们祷告, 就不觉得是一种重担, 即依然是一个责任来的, 即不是说不讲责任, 是要讲戒命一样照讲, 不过呢, 就不只是因为责任, 不是因为那个责任而去做, 而是因为神的恩典, 于是我们乐意去遵从, 都是因为责任而去做, 不过那个动力就是从神而来, 做什么呢, 就是从戒命而来的, ok, 我希望大家呢, 就是时时去, 被人听到, 当我们用这个法阳神正常讲的话, 或者平时讲的都是, 常常讲到神真是好了, 有什么事发生, 就像你所讲到你的经历, 这个经历好像就是一个, 好像是一个负面的灵界的经历, 但我相信是一定有一个来源, 为何你一顺着, 即刻会有那么多数年的攻击呢, 但有一样东西提到, 就是神已经开始向你说话, 神已经定义祝福你, 神已经定义在你生命中, 做更大的工作, 让你一直被提升, 听到神的声音, 当你完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, 你就会进入一个更高的数灵境界, 就是每一件事, 神都有一个定义, 所以我们经常都告诉别人, 有什么经历, 就告诉别人, 神真的很好, 神真的有定义工作, 神的工作是最美善, 神的性情最美善的, 让人听完之后, 我们的神真的好了, OK? 其实是将神的性格, 神的恩典, 行先, 我才再慢慢去分享, 行先, 是, 分享是, 之后应用出来, 但你用分享行先都不要紧要, 不过你总是回到恩典, 这个经历, 背后是有很多神的恩典在这里, 我们要学习, 数算神的恩典, 是的, 叶牧师, 如果是这样, 我们在土豪里面, 不用用那么多个求字, 我们求主给聪明智慧, 给健康我们, 可以说, 主啊, 你是祝福我们的, 你是给聪明智慧我们的, 你在主里面, 我们是充满喜乐的, 不用用个求字, 我们圣经有用个求字, 但圣经也说到, 神是定义将这些刺给我们的, 所以, 我们说求又不是错的, 但我们求的时候, 是可以有信心, 神一定是刺给我的, 我知道神是充满智慧, 神可以将这个智慧刺给我, 求你将这个智慧刺给我的, 这是不会冲突的, 但你求的时候, 因为有一种人求, 求也是没有的, 神啊, 你什么时候给我呢, 那种求又没有信心, 求是可以有信心, 神啊, 你天上已经为我预备很多恩典, 我呼求你将这些恩典, 倾到我身上, 这是可以的, 圣经都有讲到祈求, 不要将一些经文删除了, 圣经有讲的, 我们依然是去全面性的解释, 但祈求的背后一定是有信心, 讲到祈祷, 当然是因为祈福的对象, 就像这样, 你对空去讲, 麻烦你给我饭吃, 他不会给你饭吃, 你跟一个人说, 如果你跟一个人有怜悯心, 麻烦你给我饭吃, 他会给你饭吃, 我们跟人都会这样, 你不会对着空墙, 麻烦你给我饭吃, 对象不会给你饭吃, 我们跟神, 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很有恩典, 所以我们强调就是这个满有恩典的神, 于是我们祈求的时候, 可以有信心。 来自感恩兰论的工程, 必须有 own وجود, 好疙� Eine周廊, 真的是一个温少兴利好uf的 cachor,